各位,你们好,欢迎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我叫阿凡,今天,我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继续为大家讲述,哥哥张国荣的生平和故事。 张国荣曾获得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最高荣誉大奖金针奖。 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南歌手奖。十大劲歌金曲金曲金奖,戚册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戚册乐坛南歌手金奖等奖项。 作为粤语流行音乐,高峰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1980年代,张国荣于韩国取得非常高的知名度,是第一位享誉韩国乐坛的华人歌手。 1987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外务,在韩国空前大卖二十万章,成为首位打入韩国唱片市场的华人歌手。 1989年,张国荣发行的专辑,The Greatest Hits of Leslie Cheung,在韩国销量达三十万章,打破了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 1995年,发行的专辑宠外,在韩国的销量超过五十万章,至今仍保持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 张国荣的出道初期,1977年到1982年。 1977年,张国荣参加礼的电视,即亚洲电视前身,举办的亚洲歌唱大赛, 以American Pie一曲,获香港区亚军仪正式出道。 1978年1月,推出英语唱片Daydreamin'. 4月8日,于第二届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中获奖。 1979年,推出首张粤语唱片情人战,但销量不佳,而被唱片公司解约。 此时,张国荣大多数时间,在例的电视的电视剧,及青春偶像电影参演。 张国荣初期的歌唱形象,较为前卫,带有之武士迪恩,James Byron Dean,的反叛和浪漫, 加上当时歌唱实力不济,未被大众受乐。 有次参加街坊会堂的歌声大聚会时,抛了顶心爱的母子下台, 竟被观众连带启声迎回台上。 张国荣的成名时期,1983年到1984年。 1982年,徐着语丽的电视的合约到期, 张国荣在陈淑芬牵线下, 跟随恩施黎小田,转头无线电视,经纪合约, 及其旗下的华星唱片,唱片合约。 1983年,推出第二张粤语唱片, 风继续吹,而斩路头角, 同名主打歌, 虽跟该界十大中文金曲及十大劲歌金曲无缘, 却成为家御户晓的经典金曲。 1984年,收录于唱片Leslie中的主打歌, Monica,一曲发行, 从此红透传香港。 Monica不仅为香港乐坛注入了 敬歌热舞的活力, 更成为第一首登上大雅之堂的舞曲。 同年,唱片Leslie, 在香港本地短时间内的销量, 一举突破400金, 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巨星地位, 以充满青春激情的演绎, 为歌曲添上二彩, 开创快歌敬舞热潮, 成为香港流行音乐史上, 具有理情悲意义的作品, 并首次夺得十大中文金曲, 和十大劲歌金曲的金曲奖。 1985年, 于香港鸿磡体育馆, 连开十场张国荣百爵 下日演唱会, 打破香港歌首初次 开演唱会的长数纪录。 好,张国荣的生平故事, 我们今日就讲到这里, 在下一集,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 讲述哥哥的生平和故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 请分享这条片给 其他喜欢哥哥的朋友收看啦。 拜拜。